随着众人的努力 终于将深埋在地下的棺果给抬了出来 要想知道古墓里沉睡着是谁 当专家打开棺果的瞬间 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刻有老字的木牌 要知道这座古墓出土的位置就在河南路一线 这可是我国古代著名文学家老子家乡 所以专家断定自己挖到了老子木 但是十分奇怪的现象也出现了 在古墓出土的土方下 竟然有十具妙龄少女陪葬 在所有人眼里 老子可谓是才华横溢追求清静 惠人不倦的哲学大师吗 就是这样的一位富含文学修养的哲学大师 难道也摆脱不了世俗的七情六欲吗 还是历史又一次跟所有人开起了玩笑呢 原来老子也是表面清静 内心波澜的伪君子 对于这样的好奇心专家也是加快古墓的挖掘工作 随后古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也是层次不穷 有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也有各式金银器具 当所有人还在怀疑是不是老子的时候 古墓中出现一座铜顶 更加确认了老子的身份 那么古墓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点个关注点个赞继续接着往下看 在1997年位于老子里尔家乡的河南路易 开始了有关于太清宫的遗址考古 在场的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产子下去竟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在这座所谓的遗址下面出现了一座中字形大墓 在专家的进一步调查中认为这可能是老子的墓葬 而这一次的考古初中和目的是解决这几年出现 也是比较热衷的名人顾理之争 虽然在历史上对于老子的顾理记载的还是比较明确 但是招架不住名人效应 从老子的评生经历来看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 著名的思想家 甚至连后世大名鼎鼎的孔子 都对于自己搞不懂的问题 跑到洛阳请教老子 此外 老子那本赫赫有名的道德经 到现在都是哲学经典之一 而这座太清宫也是后世为了纪念老子修建的 而这次的考古 的确也是为了挖出更多有关于老子的历史痕迹 特别是当地人祭祀老子的物品 这样就可以进一步的证明 老子的故里的确属于河南路易 不过 因为历史的沧海桑田 太清宫遗址的考古工作 因为地面的建筑进度缓慢 不过在一座小学操场的荒丘之上 桃谷队一铲子下去挖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首先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两个人工计四坑 并且在这个土坑里面 还有四皮马的骨骼 从现场的发掘来看 桃谷队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这座墓葬的规制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大型的车马坑一般就是诸侯级别的墓葬 在这个车马坑出现之后 当地也是比较关注 因为大家都想唾窃的知道 这个墓葬究竟是不是老子的墓葬 根据历史的记载 老子在韩谷官和自己的朋友会谈以后 就稀出不知所踪 但是老子最后有没有可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 桃谷队和当地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这片墓葬上面的房屋 进行了妥善的安排 然后大规模的发掘开始了 玉树 一座大墓渐渐的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从规格上面来看 这是一座有着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状的大墓 并且这座墓的墓道 近乎到了让人吃惊的五十米 但是这样的墓葬 也让这座墓是老子的墓葬想法彻彻底底的推翻 因为老子担任的官位 以及自身所拥有的财富 不可能让老子可以有条件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墓葬 并且从理智上来说 老子也不可能修建如此的墓葬 特别是老子还是掌管书籍和官员 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发掘之中 豪谷队首先在墓道口的位置 发现了一具殉葬的尸体 但是不太清楚的是 这个殉葬的人殉为什么只剩下了一半的尸体 在这座墓葬的二层台两侧 豪谷队又发现了一具人殉 而从相关的判断来看 这些人殉的年龄都不大 只有十六七岁 这一点的发现 也印证了这座墓葬应该不是老子的墓葬 因为老子的道家崇尚无为而至 这种血腥的殉葬方法 显然和老子的初心和思维是大相径庭的 而在异端的墓道口 更是发现了八人的人殉 其中还有三名幼童 这位墓主人所采用的人殉 残忍程度在历史上来看 都是比较罕见的 而接下来的主墓是发掘 出土的器物更是让在场的人感到十分震惊 首先就是象征天子身份的青铜鼎的数量 大家都知道 一言九鼎的说法 哪怕当时的周天子 在青铜鼎的使用数量之上 也只有九个 而在这座墓葬里面 出土的青铜鼎的数量居然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二个 从这点来看 这位墓主人显然已经是余智了 那么这个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在相关的青铜鼎的出现之后 在场的考古队就发现 这些青铜器上面都存在着名文 而名文对于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依据 因为首先从历史目前可掌握的记载来看 陆毅这地方 似乎历史上没有存在过什么君王 但是在青铜器上面 陶鼎队首先发现了三个字长子口 那么也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地方是一个叫做掌握的封国 并且从相关的器物造型来看 这些器物基本上也是商朝末年到西周初年的物品 和老子所在的年代相去甚远 在其他考古文献中 曾经发现过商朝甲古文的古词 其有长子为归至王寿佑 说的是商王问 掌国的国君向我上贡归了吗 掌子应该指的是掌国的某位国君 但是可能在西周建立之后 考虑到这个所谓的掌国 和商王朝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于是西周的君主在西周时期 对于这个掌国以及其统治者接触的情况不深 因此在相关的书籍和历史资料里面 对于掌国的记载几乎没有 因此也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并且最主要的是 在西周的初年 对于比如这种丧葬的礼仪制度的硬性规定 还不是特别的死板 因此在这座掌子国国君的墓葬里面 可以看见这么多超乎墓葬规制的事情的存在 原本是打算挖掘出老子的墓葬 但是歪打正着 在祭祀老子的遗址下面发现一座大墓 在祭祀老子的墓葬